OK 想用中文還英文 OK來用中文好了 我們首先來看一個 這樣的一個畫跟照片 這是照片 其實你可以看到明度到這裡變亮 但是我還是覺得 它並沒有創造一些光的感覺 雖然我已經埋入了一些紅色 在暗面裡面 但是看起來並沒有很 還有厚圖在天空 但是一直沒有辦法做出那種 強光的感覺 我現在來試試看 我用筆觸的方式來解決 遠方的天空 我剛剛已經做了一點厚圖 也可以看到一點筆觸 那麼光 穿過了樹 到了第一個平面交界的地方 它的草原 它應該是一個厚圖的話 也許可以創造一些 光的感覺 OK好那我們來用一點光的感覺看看 一點點的Fellow Blue 好那這個原料就很厚了 不用再去沾了 那我再一點點的白色 好那現在就是一個broken color 所以我把broken color 這個地方放在這個位置上 好這是光第一個下來的 好我畫完一筆以後 我就下來再沾原料 好我不曉得在鏡頭上看起來像什麼 也許什麼都沒改變 但是這就是一個嘗試 我們就希望藉由筆觸的這種觀念 我能夠創造一些 它後圖產生的一個 這種光 這樣照射到某個地方 然後形成一個方向感 所以我盡量用那個筆觸 然後你們可以看到像 很多畫家像 Staring Eye 他們也是用很強的筆觸 去創造一個星光的錯覺 所以既然要創造筆觸 握筆就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怎麼樣讓你的筆能夠形成筆觸 而不是把筆觸給磨掉 我記得David Leveille 在書上有一本寫的 在說什麼都不用學 學好你的筆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部分是 我們講它是一個非常高階的語言 因為你用筆觸來形容一樣東西 來傳遞一個大致人的訊息 所以什麼樣用的力量 它可以剛剛好來形成筆觸 那這是我們想要去做的事情 好 現在我加了一個非常非常厚的 高彩度的一個Catium Mirror Light 那這樣它的彩度過高了 我就再來一點點的擺設 我覆蓋了一個高彩度的地方 使它這個Catium Mirror Light 它變冷了 往後推 在這個交界的部分 因為後圖呢 所以你們會看到 這個光點慢慢的往後移動 希望 這個是一個我們的實驗 我們希望能夠創造出這樣一個感覺 OK 那因為後圖呢 所以我的筆呢 都是輕輕的 非常輕的 然後盡量把筆觸留在畫布上 好 那希望呢 創造出來的畫 跟我們平常所看到的會有點不同 好 這個地方有點覆蓋 所以我的筆 會沾到底色 那底色以後呢 再回來 把顏料沾回來 把顏料沾回來 那這一段呢 距離呢 越來越遠了 對不對 我就開始 筆觸的部分 把顏料呢 弄平了 開始把筆觸呢 減少 那以期望呢 這個光的錯覺呢 它產生了一個空間 因為筆觸從有到沒有 那會產生一個空間 這樣的實驗呢 我常常在做 因為 我們也不知道 其實 事實上 我們所觀察到大自然的現象 有很多是藉由我們不斷的實驗 然後去了解到它真正的 它想告訴我們什麼 或者它傳遞了什麼 所以我就藉由這個方式去試試看 那慢慢的往這邊移動呢 色彩呢 開始變成 Cadian Euro Deep 那你們可以看得到像蠟燭一樣 所以我那個Dip 有部分呢 重疊到這裡來 否則你一下的到 就轉到Dip 它會非常突兀 所以 Dip的顏料在這裡 好 一樣是厚圖 那白色也變少了 色彩的濃度呢 從原來的 這個Cadian Euro Line 慢慢的轉到Cadian Euro Deep 這個就是我們想試試看的方法 其實我有這樣的一個讀生Demo好了 我想表達的是一個 我們在做畫的時候 如果照著圖片去畫 那就十分的頻繁了 那我們不斷的在嘗試 有比較大的觀念 不是用視覺去引導我們的畫畫 否則這可能就是一個Day End 就是死路一條 這個是我從Level身上了解到 他常常講到 Without the concept There is no way Without concept You go nowhere 什麼地方你也去不了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放入你的觀念 基本上是在Copy 是在一個複製的情況 複製的情況 我們就這樣想 相機其實已經代替了複製的功能 我們希望我們的東西 是產生了一些價值在畫補上 好 我現在剛好畫完了 好 我想今天我大概就只有講這一部分 期望它是可以引起我以後 在這個系統理論裡面再去開發的時候 我們一個參考的地方 實驗就像這樣子 一次兩次 一萬次兩萬次 像電燈泡一樣 它是怎麼來的 它也是這樣來的 好 我們下次見